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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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14号 这天是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 那天下午大约三点半 我接到儿子老师打来的电话 说我儿子在学校里把玻璃仓打坏了 手受伤了 流了好多血 我马上赶到学校 看到很多人都围着我儿子 老师 校医等 老师已打了120 我看到儿子时 脑子一片空白 看见他右手用纱布和衣服包着 可许还是一个劲的往外冒 因120急救车还不到 我心里很急 心里念着观世音菩萨的法号 每等一二分钟 120急救车来了 他们很专意地问了一下情况 老师说 玻璃把神经和动脉都割断了 我听了开始害怕 可还是一个劲的求观世音菩萨 120的医生说 上海411解放精医院是专科医院 急救车直开医院 那时 生命在和时间赛跑 到了医院 进过治学 清仓就直送手术室 那时我就和儿子说 你在手术肠上念大悲咒 他自己以前会被大悲咒 我和姐姐在手术室外狂念大悲咒 当时我老公还不支持我学佛 我和姐姐还是自顾自地狂念大悲咒 在整代过程中 我们坚信有菩萨在 我儿子一定有救治的 晚上10点儿子出来了 整晚在大点低 第二天早上8点 手术医生来查房 我儿子的五个手指都能轻轻地动一下 医生说 手术很成功 这时 我感谢医师的同时 心里在默默地感谢观世音菩萨 死观世音菩萨妈妈救了我儿子 救了我全家 我儿子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了 又过了半个月 我们到医院里七拆十高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 以后要靠自己锻炼 不然的话 这只手还是会废掉的 当时那个手总得像馒头一样 从出院开始 我就天天帮她念金 念小房子给她的药金子 因在医院时不好念小房子 那时我天天在医院 我希望她的手早点好 因为马上要升初三了 我也不知道是否让她跟上初三 因从五月份受伤就没读书 而且初三的功课和压力都很重 她的右手能否两个月左右好恢复 还是未知数 我每天帮她按摩十小时以上 我一边按摩一边念金 两个月以后 也就是八月三十号晚上 奇迹出现了 她既可以用一手写字了 而两个月前 她的手还不能握成拳头 在九月一号 她返校跟班上了初三 原本拉下来的课 她也慢慢跟上了 心灵法门帮助我儿子胜利考上高中 我儿子今年六月十三十四号参加中考 中考前半年 我做了大量的整备工作 放声 念金 念自秀经文 念经文组合 每天在姐姐家的佛台前喜愿 在儿子六月考试以前 我放声两千条鱼 帮儿子的药金子 念三百张小房子 喜愿如果儿子考上高中后 我持半年的全数 并设佛台 在五月份时 我每周帮儿子烧两张心经和整齐神座的自修经文 每天烧五至七张小房子 给儿子的药金子 六月十三十四号当天 我跪在佛台前念经 儿子九点开始考试 我八点三刻开始给他念心经一百零八遍 大概一个小时后 我给他开始狂念整齐神奏 在分数没出来以前 我每天给他念一百零八遍整齐 经过一个月的等待 七月十号六点分数出来了 我儿子一高出普通高中分数线六十多分的成绩 被去重点高中录取 这都是观世音菩萨在加持他 保佑他 感恩观世音菩萨 这是我儿子的真实经历 深深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的加持 感恩帮助我儿子住年的同修和家人们 感恩在补课上分享心得体会的同修 我要永远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帮助师父弘扬心灵法门 永远跟着师父一门津津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卢金鸿台长 感恩大家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上海的陈明霞同修 有我们分享 曾经感情事业不顺 身患抑郁的陈童修 结缘心灵法门之后 现在 夫妻双修 法喜充满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赫沙 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无我利他如君弘师父 感恩所有参加此次法会的大法师们 感恩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义工们 佛友们 各位同修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陈明霞 今天我向大家分享一下 我修习心灵法门之后的真实体会 希望佛友们能从我的分享中 增强信心 珍惜机缘 学佛精进 我从小就体落多病 脑子不灵活 老师不爱我 同学避开我 因此自卑又孤单 我从小就相信能有命运 一直试图寻求方法改变自身命运 十六岁那年 独生闯外打工 机缘巧合 一次外出游玩 来到一座寺庙 第一次给菩萨商香磕头 感觉好开心啊 从没有过的安详与踏实 从此我就喜欢上了烧香拜佛 每当我工作压力大时 碰到困惑的时候 就一个人跑到寺庙 给菩萨烧香磕头 这一烧香就坚持了八年 就是喜欢烧香 二十三岁那年 我来到上海 和一位亲戚合伙 开了一个服装店 店里来了一位客人追求我 对方看上去知识渊博 懂风雪水 会看相 他帮我布置店内的风水格局 从没谈过恋爱的我 深深陷入了感情的漩涡 合伙人开始对我不满 逼我把店亏本转让给他 闹得很凶 就在这时 谈了半年的男朋友 我发现他原来是骗子 隐瞒真实年龄 好像还离过婚 当时我已深深陷进去 不能自拔 在我揭穿他时 他经当场翻脸 还恐吓我 说有我的深层拔子 我永远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我很害怕 怕被他下杠头 我曾经鼎力帮助过的同学 也来伤害我 挖苦我 在我最需要别人帮助时 他躲开我远远的 我更觉得事态炎凉 就在我感情事业都不顺 揭傲连伤的打击下 我崩溃了 开始整宿失眠 心情抑郁恐惧 精神恍惚 内心很痛苦 父母知道后 把我带回老家治病 中西医 大仙都看了 不见起笑 我的病情还是一天天驾重 人越发憔悴 我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 直到有一天 我家附近的一位老爷爷 看我很痛苦 就对我说 小姑娘 你去求求观世音菩萨吧 最好请一对菩萨回老供 我听了他的话 跑到市区的庙里 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痛哭流体 求菩萨救救我吧 求菩萨指引我人生方向吧 当天晚上 我就做了个决定 去上海散散心 去了上海一个朋友服装店帮忙 朋友看我状态不好 问我 如果你人好 你最想做什么 我说我要做好人 为社会 为奉献的好人 如果真人好 我赚的钱 除了生活基本所需 多余的全部给需要帮助的人 可能我动了这么一个善念 第二天买花的时候 花店老板娘和我说 洗心灵法门 我开始做功课的当天晚上 奇迹就发生了 我能正常睡两三个小时了 第二天晚上 能睡四五个小时了 学佛一周 睡眠基本正常 我心里无比激动 感恩菩萨妈妈 我有救了 我当机许愿 终生吃素 不杀生 终生跟着观世音菩萨妈妈 跟着台长师父 弘扬心灵法门 把这么好的救人的法宝 告诉跟我一样 痛苦迷茫的人们 让更多的人和我一样 脱离苦海 学佛以后才知道 当时我是二十三岁 有节 菩萨梦中点话 我前世做大学教授时 拿动物做实验 伤害了很多动物的生命 造下了杀业 还知道 那个来骗我的通灵人男朋友 前世我骗了他五十元 前世重阴 今世受报 轮回太可怕了 自从我学佛后 人一天天好转 脸色也白金了 遗传性的痔瘡 也不要熬育 我深深感受到人间的苦 领悟到佛力加持 不可知意之殊胜 师父说过 只要你相信观世音菩萨 只要你有愿力 奇迹真的会发生的 菩萨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好的姻缘 我现在的心神 也是修心灵法门的同修 现在我们夫妻双修 法喜充满 能学佛的我是何等的幸运啊 有灾难来时 三大法宝在手 所有困难都可以解决 很多人还没有闻到佛法 很可怜 师兄们 我们要多多度人 也许你的一句话 你信佛吗 就有可能 救了一个人 救了一家人 请不要历收我们 对别人的关心与问候 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里 精进修心修行 弘法度人 永不退转 一事修成 报佛恩 感恩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释放一切 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无我力 他的卢君洪师傅 感恩所有参加 此之法会的大法师们 感恩来自全世界 各地的义工们 佛友们 感恩大家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 长春的新雅范同修 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不仅救度孙辈 于危难之间 更成功超度 先生身上的 藏地寺庙住持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鼎礼南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感恩 感恩 我今天的分享 我的神奇事件 证明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 灵验无比 我是新雅范来自长春市 我修了十八年 我修了十八年净土法门 在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九日 开始学习 开始学习心灵法门 看了卢君洪台长师父的 法会开示 和卢君洪台长师父的 讲话 讲的白话佛法 心中豁然开朗 找到了回家的路 有这么好的活菩萨 领导我们学佛修心 那是多么幸运啊 万分感恩我们伟大的母亲 观思音菩萨 在末法时代 把救度众生 最灵验的法门 降到人间 万分感恩我们的恩师 卢君洪台长菩萨 不吃心骨 忘寝废食 无我利他 传授观思音菩萨 心灵法门 救度各种根基不同的人 2015年 我参加香港法会回去之后 由于外孙子两个大胶脂 得了严重的甲钩炎 两年多一直不好 女儿决定给他找个好医生 做手术 就在2015年 7月20日那天下午 三点多 女儿从单位回来 带外孙去医院做手术 我要跟他们去 女儿不同意 我就在他家求菩萨妈妈保佑 让外孙子手术顺利成功 经过两个多小时顺利完成 主刀医师给他开了真剂 给外孙注册消炎药 第二天 我带外孙去小区诊所打消炎药 把药单递给医生 告诉医生 就打这个药 医生看了非常惊讶 问我 这个孩子多大了 我说16了 他惊讶地说 啊 16岁 是谁给你们开的这个 真剂药啊 我说是昨天给做手术的 主刀医生开的方 他说 我的妈呀 你家有多大的福报啊 你家信啥吧 我说我家信观世音菩萨 他说怪不得呢 我告诉你吧 你今天来我所打针 你是来着了 这孩子没出大事 真是万幸啊 你知道吗 这个要名是 乳酸左轻浮沙星化纳注射液 是18岁以内的孩子的紧药 是坚决不能用的 打完就是人的 我们市医院已经有了这样的病例了 16岁的男孩 注射完不到10分钟就死了 没有解药可救 我听完吓出一身冷汗 从内心感恩我们伟大的母亲 观世音菩萨 保佑了我外孙子的生命 我给女儿打电话 告诉她这些事情 女儿说 妈你先别换药 我再问问做手术的医生 结果做手术的主刀医师说 16岁 我坚决不能用这个药 是她给孩子开的药剂 自己都给放了 然后换了另一种消炎药 打完了回家 我和外孙在佛台前上香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加持保佑 第三天去医院换药 发现坏处 发现患处感染化能了 两个大脚趾都变成黄白色 总得水灵灵的 医生用针尖一扎 直直猛能 我有点怕了 因为是三福天 气温高 怕不爱好 后来一想没事的 有菩萨妈妈保佑会好的 换完药回到家 上香和外孙子 一起求菩萨妈妈保佑 脚趾便感染 快点康复 第四天换药 奇迹发生了 感染处消失 并且恢复的特好 第二件事 发生在2015年杨历八月三号 阳历阴历六月十九 乖思音菩萨成道日 我带六岁的孙子去放生 在车上人太挤 孙子被挤下车拽出去 危急时刻 我跪着喊了一声 菩萨妈妈快救孩子 看到一双超出常人手 两倍的大手 伸向孙子 我轻轻一拉就把孙子拉了上来 真是菩萨救命啊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事 大家都知道 有一位西藏商业市 三百年前的主持 浮体在我家先生身上的事吧 就是因为修了心灵法门 从此得到了解脱 那是从2010年1月22日下午 先生在看电视 正在播放西藏商业市 我先生坐在沙发上 扑通一下就趴在了地上 痛哭不起 我被他吓了一跳 不知所措 心想 这么老实的人咋看着电视 还中邪了呢 拉也不起来 就是哭 我就激了 问他 你是谁 为什么这个样啊 他哭着和我说 你不知道啊 我就是这个商业市的主持啊 三百年前我就在这讲经说法 我跟你说心经吧 他就开始说我听不懂的话 现在知道了那是丈夫 从那天起 我还得帮他解释 很麻烦 看见有女人堕胎的就给英灵超度 我害怕呀 我怕他给人超度不走 人家再来找你可咋办呢 我就问他 我说超度孩子的事 是菩萨有的能量才能做到 他说是自己为菩萨做事 他自己也控制不住这些事 非常苦恼 所以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学佛多年了也解决不了这个事情 有幸在2012年5月19日开始学习心灵法门 2013年6月6日参加香港法会 我俩很幸运的成为卢君洪台长弟子 6月8日师父慈悲帮我先生看了图腾 大家都看到过那个录像了 台长告诉我们 这真是西藏注册 让我们给这位法师念小房子 我先生回家后非常精进 每天除了功课之外就念小房子 到了2015年3月底 我给师父发邮件 让师父看看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法师能走上 师父给我回信说 再有200张就走了 果然我先生又给他念了200张小房子 一共念了有2000多张 终于帮这位法师超度到最高天上了 这位法师走后 又来告诉我们的 我家先生现在心情非常愉悦 无忧无虑的修行 通过这些事情 我更相信观世音菩萨妈妈 无时不在身边啊 只不过我们的右眼凡台 业障深重 看不见罢了 请你们把这么好的法门告诉你们的家人和身边不信佛 不信菩萨的朋友们 快信吧 只有佛和菩萨才真正能救我们的慧命 让我们脱离六道苦海 回到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 我一定跟着观世音菩萨妈妈和师父卢俊宏台长菩萨好好学佛修心 帮助师父多度众生 做一个合格的弟子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妈妈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卢俊宏师父菩萨 感恩祝佛菩萨 隆天护法菩萨 感恩祝位法师 祝位师兄 祝位佛友 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湖南的谭理云同修与我们分享 心灵法门让他的晚期乳癌神奇康复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大慈大悲 欢欣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 卢台长 感恩同修们 今天我要与各位同修分享我生病后遇到佛法多久康复的过程 我于2015年的2月份查出 并确诊患有幼乳癌三期中 并癌转移至夜窝 闻死噩耳 只觉天塌了 眼前一片黑暗 痛苦 绝望又不甘 心底有个声音在强烈的呐喊 谁来救我 我还不能死啊 冥冥之中 是菩萨 听到了我的求救 慈悲让我有幸接缘到心灵法门 东莞的一位同修 听闻我生病 接缘了心灵法门的法宝给我 教我只要好好学佛 诚心忏悔 定能得救 看了台长的书和头疼的视频 明了这一切苦难都是因果 这世上居然有这么好的法门 这样好的师父来救我们 我知道我有救了 于是我就一边接受化疗 及手术 一边慢慢地开始学念经 我很惭愧 因为那段时间 志愿我没有努力念经 直至化疗结束 许愿已是六月份了 我这才开始念小房子 本地的师兄十分热心 帮我设活台 告诉我做功课 带我放生 教我许愿 并告诫我吃全数 于是我许愿 尊生吃全数 永不杀生 半年放生五百条鱼 却不敢许愿念多少张小房子 就这样慢慢地念着 身体因为手术化疗的原因 肌头疏弱 分身酸痛无力 在我慢慢地念小房子后 身体也在慢慢恢复 到了八月份底 去医院复查 医生让我再做二十五次放疗 因为癌症是专管 奇病转移了 有必要就放疗 来降低妇法律 我一万个不愿意 坚信我学佛念经 有菩萨妈妈保佑 不费有事的 可家人不放心 都非要我去 没办法 我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放疗的负责任非常大 骨髓抑制严重 白细胞急剧减少 身体迅速变差 各种反应让人痛苦难忍 在做第九次放疗后 我跑回家 跪在佛台前痛哭 求菩萨妈妈保佑我 给我指点 让我脱离苦海 晚上零睡前 还在念着 求菩萨一定要来 在第二天早上五点时 我听到一个男生对我说 不要去做了 白细胞才一点六 做了非常大问题 我醒来后 明白是台长来指点我了 感恩大慈大悲 菩萨妈妈呀 真是有求必应 于是当天我跑到医院 坚决要求去院了 这次回家后 我才许愿 在2016年8月份之前 念800张小房子 只是由于 之前身体元气 一直没恢复好 两条腿无比沉重 如测试 必须持凳子才能站起 已经有几个月了 到了龙历的9月19日 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 我上香时 求菩萨加持我 让我的腿有力气 让我快点恢复 我好了 一定现身说谎 去救度更多有缘人 就在第二天 奇迹发生了 我居然 于测试 没用凳子就站起来了 也就从那一天起 几个月的痛苦结束了 我激动的心情 难以言表 感恩 慈悲的观世音菩萨 浑身救苦 真实不虚 之后 11月份 再去医院复查 上侧叶窝 淋巴结 准大 舌骨下可见淋巴结 这些全部消除了 左乳有个狼肿 也缩小了三分之一 我喜极而泣 我有个病友 是幼如癌 初期无转移 但他复查的时候 郎肿 还是和之前一样大 身体也一直没有恢复好 而我有这样好的结果 都是因为 观世音菩萨的 慈悲救度呀 万分感恩 心灵法门 真是人间的福音 不但救了我的生命 还改变了我 多年恶缘持续的婚姻 我丈夫之前 对我一直很冷漠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关心体贴我 对我言语粗暴 有我经常吵架 打架 有一次甚至拿刀要砍我 我多次想用死亡来解脱自己 愚痴呀 不懂 这是自己的因果 我造成的 学佛后 我给他念心经 念解节奏 几个月后 我发现他 慢慢改变了很多 懂得 关心我了 会帮助我了 照顾我 也不吵架了 语气 是一个孩子 但是我们的业障 要自己好好学佛 才能得解救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明师难遇 经已遇 我们是何等的幸运啊 人间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只有跟着楼台长好好修 才能有机会 永断 能肥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我劝那些还在 还肥犹豫的朋友们 同修们 早日开始学佛吧 早日开始念经 何离浦海吧 人间太苦了 让我们一起跟着楼台长 好好修 努力尽尽 广度有缘 一起肥到 关心菩萨妈妈的身边 感恩大慈大悲 关心菩萨 感恩 恩师楼台长 感恩 所有的师兄们 感恩大家 下面 让我们欢迎来自湖南的周济英同修 与我们分享 突发心梗 命悬一线 心灵法门 使其重获新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 大慈大悲 久苦诛难 广大灵感 我想我自己遭遇三牛九关节 并选一线 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重获新生的真实经理 2015年12月3日 2015年12月3日 我头发心根 整个人贪乱 于而把我送到医院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发现双肥感染性病变 双肥胸 双肥胸腔急水 晚上七点 我腹肌困难 呕吐 浑身发冷汗 十里模糊 心点头发出警报 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死神的灵迹 我不断地 我不断地在心里 请求并重复我的愿力 我要合着 我还要用余生 求度家乡 有愿人 集体一全 我可以求度的 有愿众生 我还有未完成的使命在人间 我要为众生而合着 我相信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 我闭上眼睛 心中 每年 那么观世音菩萨圣号 2015年12月4日上午 我被2079天 转入藏的是第一人民医院 并直接进入心里科重病肩腹室 愿民持续为我大放生 烧小房子 在爹里 身边的死亡 想救 哭喊声 这一切都让我感受到恐惧 感受到死神的灵迹 当下晚上 我梦见诸 善于 我知道 皆是国区所造沙爷 现前 梦中有人对我说 快把小房子 盛上来 当于儿及时 为我 华南 罗伯南小房子 后代 第二天晚上 观世音菩萨 一身白色长寿 来到了我的梦中 旁边是拿着和两位高大 为我的佛法菩萨 我明白 是小房子起作用了 菩萨妈妈又我来了 2011年12月18日 小月从马来西亚法会回来的当前 我转到那普通病房 是月儿把法会所移工的工的散给了我 感恩月儿小心一片 那天 我第一次从病床上坐拉起来 第一次自己吃饭 喝水 洗脸洗手 第一次自己下床 轻微走动 发泄充满 再次前面检查 我的薪水指标 薪水指标从5000多 下降到3000多 肥积水 胸腔积水 消失了 但还是有两根血管抖三 一根血管抖三 95% 一根血管抖三 80% 还有一个3.9 乘3.0大小的食品流 医生讲运我做心脏打敲手术 由于手术的重选性 我很害怕 随后我又一次转院到长沙市乡医院 接受进一步的治疗 奇迹出现了 我的食品流消失了 这太不可适应了 这太不可适应了 以前医院的医生告诉我 食品流将伴死我终身 但现在是3.9 成3.0大小的食品流 没了 我必正寒了 我身心只有福利加持 才会有这样的奇迹 我感恩 感激 感动 无法用意 表达 真的有菩萨在呀 2016年1月11月11月12日 我随你里做了 支传 支伽微床手续 12日出院 出院后 鱼儿把我生病期间的所有经历 都告诉了我 感恩师父 慈悲为我看头顶 感恩我的两个鱼儿们 为我大方身上万桥鱼 金千桥甲鱼 感恩禅师家师兄们 接运给我四千多张小房子 深深感叹 三大法宝 宁言无敌 心灵法门 真是不虚 回想我 这一生太贪 太执着 满脑子装满财富利益 成为一己私欲 贪于欺骗亲人朋友 最后财力尽失 我不顾家人亲朋感受 为一旦感情 重盘亲力 做了很多欺骗他人 伤害他人 违背道义的事情 一错再错 深陷其重 得不起天地阳西 我一身杀也太重 月 虾 鸡 鸡 鸭 还用开水 摊过蚂蚁 以前自己养桌 每逢过年就杀桌 现在相信 真是罪不可赦 今天受此果报 自有赢的 往昔所造 诸我也 皆有无始贪嗔痴 从心语意之所信 一切我尽皆忏悔 感恩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妈妈 给了我这次生命 让我有机会洗击罪业 我真心发愿 从此严守五件 并且献身说法 广度有愿众生 永不停戏 我今后一定要真心真念 真知真觉 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 千手千眼 做一个真正无我 离他的人间菩萨 我发愿 一定要把节目好的法门 告诉更多的人 让更多人知道 因果报应 让更多人懂得 只有学佛 才能改变命运 只有学佛 才能以苦得乐 才能以苦得乐 感恩是楼君红台长 感恩所有人间菩萨 感恩我的亲朋好友 感恩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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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一学